男人用毛巾死死勒住女儿的脖子,紧接着把女儿绑在案板上,残忍地砍下了十根手指。 不仅如此,他还将女儿活生生地淹在了泡菜缸里,任其自生自灭。 可三天后,这个男人突然接到女儿发来的短信,信息只有三个字,爸,快救我出来吧。 男人简直要被这条信息吓傻了,身体忍不住地颤抖了起来。 时间回到三年前,父亲看到女儿和别的男人一起回家,言语中还在讨论着自己。 女孩说他很害怕父亲,自己看他一眼便会毛骨悚然。 就是这看似简单的一句话,却让父亲起了杀心。 他急匆匆地向家里跑去,等待着女儿回来。 当他踏进家门的那一刻,噩梦便开始了。 女儿拼命挣扎,想逃离这个家,父亲却狠狠地将他拽了回来,使出全身力气,将女儿滴晕了过去。 可怜的女孩被他绑在案台上,男人不停地磨刀,为的就是让女孩感觉到冰死的恐惧。 那天是派出所聚餐的日子,大家热情地邀请了超市老板正在搞。 处理完女孩的尸体后,他还跟检察们一起吃了顿烧烤。 可关键时刻,一个不稳定的因素出现了。 小慧的钥匙掉在了警局,马英龙决定连夜给该女儿送过去。 当他来到小慧家里的时候,超市已经打了药。 马英龙本想离开,可一股莫名其妙的冲动,还是让他直返了回来。 他用钥匙打开超市的房门,不停地呼唤着小慧的名字。 此时,房间里突然传来了手机震动的声音。 在好奇心的趋势下,拉拔走进地下室,打开房间的门, 斑驳的木桌上摆放着小慧的手机和那十根血淋淋的断纸。 马英龙当场愣在了原地,挥想起干女儿的美甲。 他瞬间明白,小慧遇害了。 马英龙翻遍了家里的每个角落,但都没有女孩的身影。 一股痛心入骨的感觉,瞬间从心底涌了上来。 马英龙本想报警,但此时正在搞着电话,就打了进来。 电话的另一头,男人用憨厚的声音,问他为什么没来参加聚会。 马英龙强装淡定,故意为小慧睡果回家。 正在搞说女儿已经睡下,特意嘱咐马英龙不要去打扰他。 挂断电话的那一刻,马英龙已经知道了谁是凶手。 自己的妹妹,小芳的母亲,咖啡馆的店员,钢台的线人。 所有人都是被正在搞杀死的。 这个看起来憨憨傻傻的老实人,就是他们追了二十年的杀人凶手。 心痛的马英龙再次想要报警,但耳边却响起了一个声音。 他冲进院子,翻遍了所有的油桶和泡菜缸。 他不知道,此时小慧就在毯子里面,痛苦地挣扎。 只要他挖得深一点,再深一点,女孩便会得救。 可他却放弃了,马英龙回想起了那些被害者家属。 根据韩国的一世不二法原则,凶手一旦因为证据不足,被判无罪, 即便再发现新的有力证据,他也将免受处罚。 为了让连环杀人犯受到拥有的审判,马英龙必须成为怪物, 做出违反法律和原则的举动,他忍痛收起了干女儿的手指, 亮亮腔腔地走出超市,冲则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参加聚会。 深夜,他穿上黑色衣服,将手指一根根摆在超市门口。 第二天一早,看到钢太开着赶来的时候,故意引导他一起发现小慧的断职。 就连正在稿收到的短信,也是他用小慧的手机发出来的。 目的就是让正在稿泄入恐慌,进而暴露女儿的藏制地点。 这一切都是老马的精心魔法,他在下一盘棋,一盘很大很大的棋。